好 那另外它是一本第一次的書 那恩卓語錄 它的幾乎都跟賽車有關係的 然後我覺得恩卓語錄 它本身是有一個很深的人生得理 那這個部分我也很希望說 等一下在自由分享的時候 各位貴賓各位會有 你們如果對這個恩卓語錄 你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或是它這句話有有點一些不同的請示 你可以出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那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這邊只是針對我個人比較喜歡的部分 第一個是你的心決定你所看見的 我們是自我命令的創造者 我們這幾年看第一次的書 都在講一句話活在當下 那什麼是活在當下啊 我常常在思考這句話 那包括我去學長修也就是打坐長修 似乎也是這麼說活在當下 事實上當下就是說 你當下你所看見的 當下你在工作你在吃飯 你在看電視在娛樂 你的心是要做不當下的 然後那這就是當下你在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想到 當下的那一種放鬆的感覺 那你的心決定你所看見 我覺得這句話是有聚取同工之妙 所以這句話我這句話我這人是很喜歡的 好請再下一頁 好另外有一個從沒有人在第一圈轉彎處 又取得比賽的勝負 但是很多人就輸在那裡 想要第一個通通過終點 首先必須完成賽事 那這個也是在提醒我們 我們做任何的事情 當你遇到一些挫折打擊 絕對不要半途而為 一定要堅持到底 你唯有堅持到底 你才能心想事成 還有就是真正的英雄是有缺陷的 冠軍的真正討厭不在於他能否成功 而在於他能否克服困難 而且困難最好來自他自身的缺點 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我們最大的敵人是誰 自己 那自己自己 要如何克服自己呢 自己最大的敵人是什麼 缺點 我們自身的缺點是我們自己最大的敵人 那所以我看到這一句話 我會想到這一句話 請下一頁 那最後這一句話 人們總是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且難以保持鎮定 胡瓦仙莊處丹下的戰術不要擔憂未來 人們通常對自己所擁有的並不滿足 即將擁有東西感到憂心忡忡 這個也就是一般人 有些人他會想太多了 有些事情你想太多 反而會造成自己的潰擾 就是我們常聽到的幾人優點 好 請下一頁 那我們這本書剛好講到賽車場 那我會覺得賽車場跟我們人生 是有一個鼻子的一個比喻 像戰車手可能因為下雨 或是對手的擔擾 然後他要不停的腳升他的方向 那另外他可能要踩油 可能要搭車 那過了一段時間他還要回戰加油 換胎換零件 最重要他要接受他的 就是說他的同伴的鼓勵 然後繼續在賽道場奔馳 那等到他比喻公典的時候 他贏得勝利 不只是他贏了 連他的同伴 他的後援母籍 也因為他贏的那一刻感到高興 但這個就跟我們的家人一樣 好 請下一頁 當我們在生活工作上 遇到一些挫折 困難不如意的時候 事實上都是我們的家人 還有好朋友 在給我們做後援補籍 就是給我們加油打氣 或是給我們一些不錯的建議 那所以當我們成功有成就的時候 也是家人或是朋友 跟我們一起分享這些榮耀 請下一頁 好 那我剛才講到 第二個就是帝智的書就是 丹尼哥恩佐堅持不換器的精神 那這個部分他也是 就是說要堅持就這樣 就是這樣的恩佐 我覺得說我也在這個故事 丹尼跟恩佐比較起來 恩佐比較堅持 因為丹尼他那時候 可能因為經濟上的關係 他就動搖了 他想要牽阻放棄容易的監護權 反而是恩佐 恩佐他不希望丹尼放棄 因為那時候包括他的律師 還有麥克一直提醒丹尼說 你不要再堅持了 反正暑假 你還是可以跟女兒住在一起 可是恩佐沒有這麼想 然後他就搖走那一份 先入檢同意書 他那時候剛發生車禍 那個寬戶事實上還沒有好 可是那時候 麥克跟那個丹尼 都對得到好 他最後奪倉而出 奪倉而出 結果他覺得說他主人 怎麼都還沒辦法了解他的意思 只好在那個同意書上面 撒一泡面 然後我想說如果讀者 我們在座各位會有 會必有看這一個 就是看到這一段 因為跟丹尼一樣 都會哈哈大笑 會覺得說恩佐怎麼會那麼聰明 那時候丹尼就知道了 喔原來恩佐 他知道恩佐 請他不要放棄 你要堅持 所以再重新攬請丹尼 好我要奮戰到你 我一定要奮戰到你 即使奮戰到最後 輸了也沒關係 因為我努力過 那另外就是善的循環的結局 那我從剛剛到現在 在分享這個故事當中 如果沒有看過這本書的 會員或會友 應該會接著說 那丹尼為什麼會被控告 性侵孩童罪 那這個就是安妮卡的一個事件 我簡單的稍微敘述一下他的原有 安妮卡他是衣服他們那邊親戚的一個女兒 那時候因為我還在生病的時候 那他的爸爸媽媽就 有舉辦一個家庭聚會 那舉辦這個家庭聚會的時候 那時候安妮卡才十五歲 然後可能看到丹尼就是長的帥帥的 就對他一見情心 然後就藉由很多機會要親近丹尼 那一天剛好他沒聚會結束 然後安妮卡就搭丹尼的變身回到家 那安妮剛好遇到煌煌暴雨 所以等到丹尼開車回家的時候 事實上他已經精品力盡了 倒床就睡 那安妮卡他竟然要自動現身給丹尼 可是恩佐看到以後 他就一直叫一直叫 最後把丹尼叫起來了 那當然丹尼他沒辦法接受 因為他是小女生嘛 那所以最後拒絕他 那可能安妮卡就有點惱羞成怒 最後是請他爸爸把他帶回家 那也可能因為他的親戚 安妮卡的爸爸知道說 伊芙的父母親要 就是要撥取柔衣的監護權 就有可能把再一個事件跟他們講 然後他們就戒指花揮 那當丹尼跟恩佐去上戶遇到安妮卡 在這個故事當中有兩個反差 第一個就是恩佐看到安妮卡 他是很生氣的 他覺得都是這個女人害了我們家家破人玩 他就很生氣 他很想要過去咬他 或是對他大叫 可是丹尼他都是阻止的 他是說你不能這樣子 你等一下對他要很合相一點 然後真的是丹尼看到安妮卡 他就 他是就是用 他好像跟他說對不起 他說可能在三年前 我的一些行為舉止 讓你誤解說我喜歡你 那你是長了一個這麼漂亮的女生 我相信會有更好的男生 更好的男生 你可以擁有更好的男生 來喜歡你 那丹尼當然也跟他講到說 他對他妻子的愛 以及對他女兒的愛 他希望說 他希望安妮卡可以成全他 不要讓他的女兒離開他 就像你的父親那麼愛你一樣 那可能他是用這種軟性的一個訴求 感動到安妮卡 所以到最後在法庭的時候 安妮卡並沒有承認丹尼有信心他 那最後呢 就是 怨婦母 丹尼的怨婦母就放棄這個訴訟 那如果說 我見作者在寫這一個故事 為什麼會寫這一段 如果說今天丹尼他是用另外一種方式 比如說他是 就是用比較指責的口氣來對安妮卡的話 可能到最後他應該還是會背負摘 因為在場的人當時的狀況 只有他跟安妮卡還有一隻狗 狗單正人而已 可是狗不會講話 所以他反而是用這種方式 讓安妮卡 就是真的講出一個事實 那這個也是在 我想作者也在啟示我們 我們做任何的事情 有時候不能再解決事情 可能有時候患下身亂 或是用比較柔心方面去處理 可能會得到更好的一個結果 另外一個就是廠商 露卡 支持丹尼到意大利 當華拉利市車手 那 露卡他本身的焦慮 跟丹尼有點類似 他也是在 他其實也是很原心的時候 就過世 然後那時候 他也很傷心 也很喪志 那最後就是遇到華拉利的老闆 然後就 引見到他公司工作 然後他從工作當中 重拾他的信心 所以當他看到丹尼有這樣一個 遭遇的時候 他覺得丹尼是一個很優秀的賽車手 所以就把他介紹來 義大利的華拉利工作 好 那 然後他本身也很希望說 丹尼未來也可以把這個 就是放出同樣 有同樣遭遇的人 好